百家关赛团,杨涵玉最大的悲剧,就是被年轻球员超越的时候,连招呼都不会打。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,杨涵玉是一个领袖型的队员,在球队顺境的时候会发挥正常。 处于逆风时,他的心态也是比较稳,而且个人认为,他的扣球和一传都万子越好。 杨涵玉决赛发挥不好,不如刘宇,但责任不完全都是他的。 刘宇以下几点,第一点和二传配合不好,给的快球高度偏低,一米八八的刘宇还行,一米九六的杨就偏低了,这是选材问题,只重视身高,忽视灵活性和敢于拼命的血性。 王文涵比杨涵玉和曹婷婷球伤高出不是一两点,而是不在一个层面。 第二点,教练问题,刘宇有一段发挥不好时,及时换上曹婷婷,他得到缓解体力和冷静。 再回到场上时,刘宇精神面貌焕然一新,为什么不换人调整一下呢? 我们复工还有王文涵,这小姑娘也不错,尤其快球,发挥不好,就得换下调整一下。 泰宾也有这毛病,比如李盈盈发挥不好时,从来没有换下过,最起码叫他恢复一下体力。 第三点,泰国就是小快灵打法,球到位几个点快速进攻。 主攻、复攻还是接应都非常快,杨涵宇虽得了最佳,可打泰国是场上的大漏洞,篮网跟不上,脚球串连差,发球又菜。 杨涵宇多次跟不上对方的节奏,比如两侧并防还没到位,人家球已打过来。 可惜这次亚锦赛决赛,杨涵宇的发挥就太差了,一场球看不到几个像样的快攻。 亚锦赛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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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赛,如果复攻拿两分就行,但就是打不好。 目前中国女排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教练的问题。 没有好教练,队员再强也出不了成绩。 杨涵宇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身体条件,对阵泰国的比赛,发扣蓝没有一样好。 打泰国队杨涵宇就是中国女排的副职队员,进攻不好,蓝网都是破坏蓝网。 杨涵宇身体条件不错,但人缺乏联性,又缺乏自信,如果再不开窍,奥运会后新一批球员成长起来,国家队可能就没有他的位置。 这次亚锦赛,中国女排其实带个好的二船,就是冠军了。 这批球员都还是年轻人,还是缺少国际大赛的锻炼,能和泰国国家队打成这样,也非常不错。 多给予他们鼓励吧。 还有一点就是,咱们的几级国家队的二船都是弱点,必须要在二船方面要下狠功夫了。 泰国女排现在绝对是亚洲前三的水平,何况是正牌国家队,中国队是二队,打到这样很不错了。 泰国队是全主力出战,中国女排二队一个真正的国手都没加入,能打成这样就相当满意了。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,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,我会继续加油的。